今天运气不错啊 收到了一台新款笔记本电脑 这是我花800块钱收来的 是一个学生用的啊 现在已经毕业了 所以用不上了 我来给你们看一下怎么样 这个品牌是个戴耳的 这是原装充电器 看那个笔记本电脑外观还是挺新的啊 也挺薄的 这边接口也挺丰富的 像这个就是SD内存卡 这边是个USB 网卡 这边是充电口 Type-C接口 HDMI高清插口 还有两个USB 这边是一个耳机插孔 看在后面也没有什么摸绳 这边是它的一个型号 0月5485 外观看的还不错吧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内部 你们看 里面也是非常新的 这个屏幕看了也没有什么划痕之类的 而且这里看的也很薄 还带摄像头的 键盘看起来也非常的轻 看那个CPU是个AMD的 锐龙5 还有独立显卡 家庭和学生版 像这种一般的都是学生用的多 这笔记本电脑都是正常的啊 我们开机试一下 LOGO出来了 这个系统是个Win10的 进来了 进入的系统很快啊 应该是个固态硬盘 是吧 直接来看一下里面的配置 看这个图像 画面很清晰 就是个高清屏 处理器 CPU是个AMD 锐龙5 3500U 2010机核子 内存是个8G的 64位操作系统 Win10 再来看一下它的硬盘 看这边是个固态硬盘 最新款的 可以支持NVME协议的 256G的 再来看一下这个处理器 CPU 这个应该是个 4核8线程的 再来看一下显卡 像这个应该是个点击的 好了大概就像这样子的 有没有觉得 这个笔记本电脑 花800块钱 划不划算 非常不错吧 内存硬盘 CPU都还可以啊 外观也还可以 而且是个大品牌 你们觉得怎么样 划算吧 运起来速度也挺快的啊 怎么样